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基础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ubtier使用JavaScript Node.js 咱们来做一个抓取屏幕图像的例子 好 那咱们先少叙马上开始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咱们学习谷歌公司出品 这个Pubtier是谷歌公司出品 学习谷歌公司Pubtier最基本的抓图功能 但是Pubtier它不仅仅只有抓图功能 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大家请看它是一个Node.js的库 它给咱们提供了高级API 咱们可以通过开发Tools DVTools这个协议来控制无头的浏览器Chrome 有事说Pubtier它就是Chrome 但是它是一个无头Chrome 咱们可以这么说吧 Chrome能干的事儿Pubtier都能干 好不好 好 那么今天咱们就学习Pubtier最简单的使用 如果有朋友对Pubtier感兴趣的话 今天我可以做一系列的课程 专门给您讲解一下Pubtier使用 比如说咱们在网页测试 用的自动化测试 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是Celenium 对吧 其实Pubtier完全具备Celenium的功能 有兴趣的朋友呢 今天我可以开课程专门给您讲解 好 咱们先少许先看一下Pubtier的官网 马上咱们试一下 咱们开一个Chrome 这边叫做Chrome Chrome Minium 是吧 它其实是一个OS版本 咱们一般在Windows Mark装的 都是Chrome的客户端版本 好 咱们试一下 访问一下 Pubtier官网 全英文版 对吧 其实它提供中文 但是中文的话 这个网页中不能显示中文 不管了 不显示也没关系 这就是最基本的Pubtier的信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OK 咱们回到咱们的课件 好 那么今天咱们就通过一个简单的Node.js的例子 咱们抓取一个网页 怎么做 马上开始 首先我先开一个中端 好吧 然后进入我的工作目录 然后给您挑大 好吧 咱们就在这个目录下 咱们开始做 先看什么 咱们先建一个Node.js工程 首先咱们先建一个文件夹 MyApp 这是一个咱们的Apple相对 是吧 OK 然后咱们进入这个目录 然后用NPM初始 画一下这个工程 生成Package的Json文件 相当于是这个项目文件 咱都是采用默认设置 然后清评看一下 那请看我生成了一个Package Json 对吧 好 然后咱们CAT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内容 这是最基本的这个 Node.js工程的内容 对吧 OK 那么在咱们这个空工程当中 咱们干什么 咱们首先先安装一下Pubter这个包 通过NPM命令进行安装 这行命令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它现在正在干什么 其实它正在下载Clonium 是吧 Clonium 是吧 也就是说咱们其实运行咱们的APP 就相当于在咱们程序中去控制一个Clonium 然后让它做各种各样的操作 哪怕今后 比如说 咱们自己做一个AI 然后咱们让它这个 启动这个Chrome 拿去玩一些网页游戏 或者说 咱们去这个12365抢票 对吧 都可以用它进行完成 特别是我看到好多的黑客级的人 他都是用它做一些奖票 或者注册一些东西 因为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咱们流版器的操作脚本化 城市化 不用咱们一个个手工去点了 对吧 OK 现在少去马上装完 装完了 装完之后咱们干什么 咱们先看一下Package文件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咱们装了Pubner最新版本 目前版本是401 好吧 OK 马上开始 非常简单了 咱们就建一个JavaScript文件 好吧 叫做Copied 我要抓你 行吗 建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下面是我的代码 我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 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是这样 如果您对JSJavaScript并不了解的朋友 您可以看我其他课程 我有None的JS课程 同时也有JavaScript课程 还有ES5的课程 您都可以去看一下 JavaScript 其实是应用最广泛的语言 对吧 好 咱们先手续 看 这个代码非常简单 第一行 第一行看不明显 咱到我这个课间看 因为我有黄线 第一行是把Pepetier包引用进来 没问题 第二行是一个异步函数的写法 其实咱们这个地方不用太广 这是ES6的标准 咱们不用太广 咱们记住了 我在这个里面生命了一个run函数 这是异步同步 这次展示放一边 我生命了run函数 然后在下面去调用函数 整个程序框架 生命函数 下面调用 就完了 对吧 因为Pepetier这些操作 都是异步操作 异步操作 会陷入一个callback的死循环 对吧 为了简便操作的话 咱们可以用这种异步函数的写法 您按照这个写法写就可以 好 咱们看 首先咱们上来 先生命一个Pepetier的浏览器对象 然后大家请看 现在我开了一个新页 对吧 在浏览器中开了一个新页 然后设下我这个页的大小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不仅可以测试PC网站 还可以测试手机网站 在这个地方咱们去指定 咱们所使用的浏览器的大小 因为有的这个网站 它是那种怎么说 Responsive 对吧 可变的动态的布局的 那么咱们根据这个size 浏览器size大小 它显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今后咱们做自动化测试 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 OK 我目前设的这个viewpoint 这个浏览器的大小是1280x800 好 接下来访问一下我小马这个视频的官网 这地方稍等 这地方科研写错了 我现在没有S 访问一下我的官网 我的官网访问完之后 大家请看 我做一个抓评 其实就这一个函数 抓评生成这么一个图像文件 同时我给您指定了一个参数干什么 是所有网页都会抓过来 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想抓一个网页 因为网页长度可能得有比如说三米长 但是一个屏幕大小才多大 一般抓平软件是抓不全的 但是咱们通过 因为咱们是完全控制クローム 咱们通过这个属性 可以把所有网页从上到下 不管你几米长 咱们都能够把它抓下来 抓完之后 然后关闭 就这么简单 好吧 那咱们实际就运行一下 试试看 回到我的终端 然后存盘退出 然后直接执行no的空格 敲上它 copy 然后一回车 大家注意看 正在访问 OK 成功 然后咱们看一下 咱们这样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 在我当前目下应该生成了一个新的文件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叫做mypeak.png 对吧 咱们打开 大家请看 是不是把我网页的内容都抓下来了 我把它放大一点 100%吧 大家请看 这个不就是我想法视频的官网吗 对吧 我这网页的内容全部都被抓下来 您说是不是很简单很方便呢 好 那么咱们干什么 咱们改一下 这个浏览器的大小再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不叫1280了 叫640 行吧 一般小的手机不都不是很大吗 对吧 咱们再试一下 而且还是竖屏手机 看一下这个什么结果 注意看 Go OK 完成 马上看一下实际结果 好 大家看一下我抓的一个屏幕 这个图片 大家注意看 是不是变成了手机版本 我把它拉大一点 大家请看 咱们抓到的是这么一个屏幕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网站 根据客户浏览器访问出来的这个viewpoint的大小 而做动态的变更 大家请看 这是不是一个手机版 怎么样 非常的方便吧 有事说 咱们通过Pubtier这个简单的工具 就能够快速的抓取网站 同时呢 对网站逻辑进行测试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因为是这样 咱们对于这种大型严谨的项目来说 咱们写测试代码是必须中的必须 而一般的小项目 咱们可能光写代码运行 跑两下 交给测试组 跑两下测试成功就行了 但是在咱们大型逻辑当中 自动化测试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您在编写自动化测试代码的时候 我推荐您使用Pubtier这个工具 试一试 也许有一个不错的感觉 对不对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用Pubtier 咱们怎么抓取屏幕图像的一个简单的knowhow的知识 非常给您 希望您能够喜欢 然后呢 我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 然后呢有兴趣朋友订阅一下我的视频频道 我呢会不定期的更新最新的技术视频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再进一段视频再见咯 拜拜